哈喽大家好我是盈盈 看我双十一的战利品 陆陆续已经都到了 这一桌子都放不下了 还有一小部分还在路上 就不管它了 大家猜猜我这一桌子 花了我多少钱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有 我先不告诉大家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双十一的聊天 我给大家看看 盈盈双十一都买的啥 悄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特别喜欢买毛衣 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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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毛衣 毛衣 毛衣 还是毛衣 有没有人记得我刚刚扔出去 多少件毛衣 这件毛衣一共花了我有1500左右 接下来这个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盆了我 一年的内衣 这个花了有 小1000块 我买的懒人早餐 卖片 我买了两包 丢丢买的饭 狗粮 还有两件牛奶 还有我自己卖的两瓶布 那天可划算 我买了三角的 一块花了有700左右 接下来是我买的护肤品 今年双新我没买什么护肤品 就买了几款精华 精华 女人都懂的 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这个红妖子 1100两瓶 送了一堆赠品 好划算 还有这个大名鼎鼎的小中瓶 850毫升 送了一堆赠品 划算 接下来是这个重中之种 这个我做功课都做了好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没舍能买 看 这一小时30毫升 980 平时是舍不得买的 双十一那天 它是满30毫升 送30毫升 我瞬间觉得好便宜 登记就多数 不过这些正装加赠品够用好一段时间了 这三款精华就顶刚刚前面 所有的了 女人的脸太费钱了 双十一真是一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节日 像那个什么购物津贴 购物券 蛮简的 就很容易让人乘乘的脑袋 管到三千二十一先下单的再说 我当时在下单每一件单品的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 捡到了大便宜一样 然后就这一件一件累积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那天晚上竟然消费了6000多 瞬间觉得我接下来一段时间又吃土了 购物的时候是开心的 看账单的时候是心疼的 那我买了这么多毛衣 我都还没试了 估计要推掉一半 不知道你们的双十一都客厅了多少 这就是我的双十一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大家可以评论区探讨分享一下自己的双十一 欢迎留言 拜拜